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方面的消息 民进党2020选举党内初选 18号开放领表登记 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领表参选 接下来赖清德将和蔡英文展开对决 民进党内部忧心将会面临分裂 台媒分析指出 民进党内各派系为争权已开战 赖清德18号宣布 要争取民进党党内初选提名 接下来他将和蔡英文展开对决 赖清德参选 民进党党内很多重量级政治人物 也都是最后一刻才知道 他们忧心民进党内部将面临分裂 完全是意外 看电视才知道 民进党此此刻其实完全没有体质 我们正在严重的A型流感重感冒当中 我们没有抗体面对体内互相的厮杀 对于赖清德参选 国民党方面认为 赖清德曾多次公开鼓吹 台独立场挑衅两岸关系 他的参选对台湾民众来说十分危险 被独派的逼着一定要跳出来选 对蔡英文我想在两岸政策一定会更加的往独的方向走 这对台湾非台湾的人民之福 台媒分析指出去年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赖清德和陈菊请辞而去 其实已经意味着民进党内各派系为争权开战了 新潮流系向蔡英文释放出明确信息 赖清德不会再跟蔡英文绑在一起 也向外界宣告2020选举赖清德不会缺席 对于赖清德参选岛内网友虚声一片 有网友表示绿营要开始内斗了 还有网友讽刺赖清德政绩都做成这样了还敢出来选 更有网友呼吁希望赖清德不要再祸害台湾 看到台面上的这些绿营政客真是让人气馁摇头